今早就想说一个题目就是人权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报告 这个是中国发表的新华社报导 国务院办公室28日就是昨天 发表了2022年的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咦?我们一直都听到 就是指责别人的侵犯人权报告不是美国发表的 没错,一直都是美国发表的 而且是发表了40多年 我们回忆一下美国之前发表这些所谓人权报告的时候 我们中国如何回应它 当时我们中国外交部 通常美国发表了这些人权报告 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反击 当时我记得中国外交部指责这些人权报告 他们根本就是把这份报告 污名化妖魔化竞争对手 脅迫和勒索其他国家的一个要价单 当然中国一直都不会答应 其实其他国家,比如古巴,印度,伊朗,土耳其 都经常都受到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人权报告所影响 那美国说人权被形容是什么呢? 他会对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 但却只留了自己,不说自己 那为什么会说是恶如虑呢? 恶如虑就是一个古代的俗语 就是说当一个鳄鱼在吃猎物的时候 他就会炸底哭,留下一个所谓虚似的眼泪 所以眼泪和鳄鱼的眼泪就被语为 形容是将某些人攻击或者蜘蛛死地的时候 反而炸炸地留下了一滴眼泪 就好像是很为对方悲动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每一年的人权报告 就被指为留下,就是恶如虑 那通常这些报告就是会指责 就是第二个国家的人权 但是就不说美国自己 就是这样的做法 其实已经不是新事了 所以现在中国也开始 不如我们也做一个 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既然美国不说自己 那就由中国来说一说 究竟美国有什么侵犯人权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 我们看到主要是有六个罪言 已经可以说了内容是什么 包括公民权利保护制度严重失能 美式选举民主日益空心化 种族歧视与不停等越演越烈 底层民众基本生存危机加重 虎女儿童权利历史性倒退 肆意侵犯他国人权踐踏正义 就由这些罪言那里 已经看到了 就是现在其实美国本身的问题 是多么严重了 自称是人权的位度支持 但是美国本身自己的金钱的政治 就是中国人权利历史 种族歧视 枪支泛滥 警察暴力 贫富分化 等等的 踐踏人权的一些事实 我们是不断地看到的 譬如政府大幅放松枪支管制 令到枪支暴力导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特朗普这些前总统更加支持 甚至乎是出席枪支 每一年的大会 特朗普都出席 看看数字 2022年是美国有纪录以来 连续第三年发生超过600宗大型枪击事件 大家看看 基本上每天都有1.5宗 大概 枪支暴力已经导致 2022年有8万人死伤 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报导 为什么今天发生完明天又有 原来美国是频繁得很紧的 平均只是2022年都有600多宗 一共死了8万人 死伤人数大概是8万人 另外就是 选举不断花费天文数字 如果是总计2022年的中期选举 就已经花费了超过167亿的美金 亿万富豪的政治献金 佔所有联邦政治献金 大概是15% 即是说 政治献金 亿万富豪的献金 如果在台湾来说 其实这些是黑金 因为正正有这么多的黑金 影响力这么大 所以政治人物收了这些钱 基本上如果你是当选 你就要做事 做事的话 你就可能要 很多政策 你就要偏向 就是说 側重 这些曾经捐过钱给你的 一些商家 这样 变成了 很多政策上的偏袒 这样 这是 一些 美国现时的人权状况的情况 另外 刚才说了 枪子暴力 政治献金 另外 种族主义 亦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些少数族裔 已经是继续遭受到 广泛的歧视 那就是 譬如 不断有 种族主义关联的 惨案 一些是发生 那在2020至2022年 就大概是有10名非洲裔的 美国人是遇害的 而有81%的 亚裔的美国人表示 在美国的社区 针对亚裔的社区暴力 正在不断增加 而非洲裔的人士 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 是8人的2.7倍 另外 美国的平均 人均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 为什么 因为药物滥用 致死人数持续攀升 报告显示 2019至2021年 美国人均的预期寿命 是跌了 跌了2.7岁 跌到76.1岁 这是1996年以来的新低 主要是因为 近年来死于毒品和药物泛滥的美国人 急剧增加 每年有超过10万人 死于这些药物滥用 另外 就是 墮胎法 婦女就墮胎 失去了宪法保护 儿童生存环境 也令人担心 另外 就是 美国是濫用暴力 和单边制裁 在21世纪以来 美国以反恐为名 在85个国家展开军事行动 直接导致至少92万平民死亡 3,800万人流离失所 这是相当严重的数字 美国在85个国家做了这些军事行动 90多万人死了 21世纪以来 3,800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不断制裁其他国家 目前仍然对20多个国家实施制裁 导致被制裁的国家 没有办法向他们的人民提供 基本的食品和药品 另外 移民的问题 也成为 党与党之争的工具 在2022年 大概有240万的移民 被拘留在美国的边境 这是一个历史新高的数字 而南部边境移民的死亡人数 是856人 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这就是一堆关于中国发表 关于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的一些决要 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每年都写过人权报告 指责其他国家 但其实本身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美国的问题多多 我再提出两个近日发生的事件 和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是这个事件 就是刚才我说过 美国的枪支泛滥 最近美国田纳西州小学 爆发了校园的枪击案 三个教职员是丧生 而大家看到这个特别的地方 今次竟然是女枪手 女枪手襲击 这个女枪手只是28岁很年轻 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希维尔 有一个私立基督教学校 日前发生重大枪击案 一个28岁女枪手大开撒间 造成至少三名孩童和三名九星人丧生 其后这个枪手遭警方极毙 另一件关于美国发生的事件 就是关于环保污染的问题 就前一段时间我都报道过 美国的火车出轨是司空见惯 其中有一次就发生了 就是运载化学物品的火车出轨 导致到它的化学物品洩漏 首先漏了一些去附近的河流 在出轨的车厢上 剩下的一些化学物品 当地政府发觉很难去清除 于是然而炎点了这些化学物品 将它燒掉了 进一步导致一些空气的污染 严重污染扩散到其他州 这个事件发生了不久 美国又有一件事发生了 那这次是什么呢? 这次是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 帕克斯园西雷丁镇 警方在26号的时候就说 一家化工厂的管道破裂 引起大概8100卡仑 就是大概30662星的水溶性炳禧酸罪行物 然后洩漏去哪里呢? 就是特拉华河之流的奥特溪 那这条溪就是四个州 就是美国四个州的 1400万人的饮用水源 的来源 那接着呢 星期五是发生的 那星期日呢 费城水务局就说 自来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 大家不用怕 但当地居民 当然是坐你都傻了 纷纷涌去超级市场 就被抢水了 那你见到呢 旭尔玛的超市呢 那瓶装水呢 就都是被抢购一空的 那就是 你看到呢 也都是有 店铺就出事了 就说 没有这个冰啊 没有水供应了 那就对不起了 那就 事件发生之后呢 就费城官员就说 叫公众可以安心 那之前就说 安心 使用 水的 应该说 应该说呢 星期五发生之后呢 费城公园 费城的官员就说呢 公众呢 就不要喝 暂时不要喝 使用水和使用 使用磁罗水汁 但是呢 过了两天呢 就已经改口 就说呢 可以安全的飲用和使用水 那大家信不信他呢 就是你两天 是不是可以已经解决到 那些水源的污染问题呢 就这么快是 就是说给市民听是可以用呢 那样 那样 就当然 就市民就是 当然是不信他 那样 那就 虽然是 费城的市长是保证 但是市民呢 直到提走呢 去呢 去疯狂抢购 去疯狂抢购 这个瓶装水的 那样 很多的市民呢 就说呢 就是很担心啦 那就 根本呢 都不是很信这个政府 可以在两天之内 搞得好 那样 那样 那这个只是一些 冰山一角啦 事实上 我们看到呢 就不断呢 就是美国的 政府的官员的做法 或者是美国本身的基建 或者是很多建设 就已经很残疚啦 那很多的基建 我们看到不断的出问题 好像是 铁路 或者是电力设施 那样 那样 那这样 那这些今次呢 又影响到水源 那样 那就是不断 美国是本身发生问题 那但是呢 他的集中点呢 就是 反而是政治上的 的欠金 党与党之间的政治争拗 或者是 是出报告去指责其他国家 那还有呢 在21世纪呢 是军事侵略 是85个国家 刚才说了 导致90几万人死亡 3,800万人呢 是流离失所的 那这就是美国现在做的事情了 那所以难怪呢 中国呢 不断呢 在那个社交媒体啊 或者是 这个 这个是 传媒上面呢 是现在呢 是越来越做多了很多功夫呢 当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呢 中国也都发出一个呢 针对美国人权的报告呢 向大家展示 究竟美国现在的 本身他人权的 那个 恶劣程度呢 其实去到哪里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